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鷹 今天盤其實好悶 我們本來看好的 鴻海集團今天登場 對不對 鴻海科技日 結果它一登場之後 從由紅翻黑 我說這個是什麼盤 重點是連台積電都殺尾盤 才讓這個盤最後收盤跌70幾點 我說這種狀況 反彈就結束了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 來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是不是前一天就已經跟大家講 16900以上反壓 今天最高來到哪裡 16862 16862沒錯 還差沒幾點 可是也不用那麼快 我想說會突破一下下再回來 就還沒有 我說真是悶啊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天不是台積電漲很多嗎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台積電 今天最高還到604 問題是你看 今天一個長黑又灌回來 當然它還沒有跌破前一天的低點 這個是好事 可是表示什麼 它的一個區間盤整的格局 這是一個長線格局 是沒有變化的 其實今天的消息面子是偏利多的 什麼利多 一個是聯發科嘛 對不對 然後中國的品牌 明年上半年要心機齊發嘛 5G大補完 對不對 對聯發科來講看起來是利多 然後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利多是什麼 欸跑哪去了 另外一個利多 主要就是講 我記得是講塑化行情 OK 好 那既然都是利多 早上也開紅牌 可是格局怎麼樣 我們先來看 剛剛不是講到聯發科嗎 對不對 聯發科其實還不錯 你看 對不對 雖然最後變小掌1.16 可是至少它還是紅牌 可是問題是 現在不是聯發科在主導這個牌 而是什麼 目前大家關注的 第一個台積電 第二個今天利多的紅海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航運股 前一天航運股 我才跟大家講 破底的機率還很高 今天還真的破底了 會不會太快 你們看 以權值股的概念來看 今天權值股 台積電 紅海 都是跌的 重點是台積電 它居然跌到10塊錢 跌到1.67% 還有 長榮萬海陽明 他們盤中跌到5-6% 對不對 今天最強的是什麼 是這個 金融 不過也是小掌而已 還有咧 塑化 也算是小掌而已 那既然 弱的特別弱 該強的只漲一點點 你說今天盤會好嗎 問題是格局壞了嗎 對不對 大盤的格局壞了嗎 還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來看 我們現在看類股指數 今天 我只能說航運股 還有23.4% 為什麼 多空交戰 電子 49.9% 對不對 量縮了 像這邊來看 航運股為什麼會有那麼大量 因為今天再破低 又有一些 破低的趕快去接的這一種 我說到目前為止 他只要再破低 格局都還不對 對不對 他說鋼鐵今天小反彈 我一直跟大家講 鋼鐵航運 時機就還沒到你搶幹嘛 對不對 搶反彈 不對 你看前幾天搶的航運好了 今天又破低 你要不要走 你說你不走 他會不會怎樣 再繼續破 對不對 這種狀況你要不要賣 你有沒有想過 我去搶一下 又破低了 趕快搶一下會反彈 問題是他真的會彈嗎 還是持續再破給 讓你好累 對不對 我還看到 有人在鼓吹說 千萬不要賣 不要賣什麼 航運 我說 那你到底是要跟著他乘船呢 還是怎麼樣 時機到了嗎 我說你在該進場的時候 去買就好了 而不是怎樣 說我現在 我已經產套了三四十趴了 老師還是叫我不要賣 那你就真的繼續報 好那我問你 他不長你怎麼辦 對不對 航運已經一路有人在停損 有人說我怕我砍在最低點 很多人都有這種疑慮啊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你不對 事實上如果說你差沒多少 先出再講 像之前我不是前幾天吧 上個禮拜 不是說有個朋友說 他的鋼鐵股剛買而已嘛 破低 我趕快先出啊 你賠多少 我賠不到5% 我說趕快走 對不對 一差又差了多少%去了 是不是又多差了5到8% 這種狀況 你屢見不鮮 我說趨勢一旦成形 不要想說他馬上會反轉 很難馬上 對不對 那老師的態度是什麼 老師絕對是站在保護我們投資人的立場 來跟你講 不對了趕快走 像我上個禮拜不是跟大家介紹 MH大聯盟嗎 不是說鴻海有利多嗎 有題材嗎 而且電動車嘛 題材齊居一身 結果今天什麼格局 開平高走低收藏黑 我說看到這種走勢 我也是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我又不是主力 不是我把他拱上來的 我都看著趨勢格局把他做上來 當然今天即使是收藏黑好了 我們也是小賺小賠而已啊 也不會讓你賠到多少 三四十趴吧 對不對 不對就算了 我們還有別的機會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現在鋼鐵呢 今天鋼鐵小反彈 可是鋼鐵怎麼了 鋼鐵在這裡 看到沒有 它反彈到這裡 你看喔 它這一塊 跌下來這一塊沒什麼量 沒什麼量 你要想一想 沒什麼量有什麼意思 人氣退潮 對不對 除非它漲上來 而且重點是它格局是在破滴後反彈 對不對 破滴後反彈也沒量 它本身說它就是沒有人顧 然後在那邊晃而已 懂意思嗎 那以這邊來看 除非後續有成交量再進去 否則的話它就在那邊晃而已 好 漲跌幅度不至於太大 可是真正比較在意的是什麼 是航運 來看一下 今天有人說 哇它今天收下影線好棒 有機會 反彈有機會 而且今天出量 有可能 有可能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一天用 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講 我說 看一天不准 你要看整個格局 我們來看 以這邊來看 它到目前為止 你看之前怎麼彈 我都跟你講 整個反彈的條件都還沒有 繼續破 是不是這一天又彈 我就說還沒有 繼續破 好 那現在長下影線 算長了啦 說實話 對不對 本來跌5-6% 現在只跌1%多 也拉起來差不多5%了嘛 好 那問題是 就要彈了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說短線 我們用30分來看 30分 我上次 我是不是30分都畫這兩條出來 幹嘛 因為這裡量最大 對不對 表示這一區套牢的很多啊 本來想說應該是進場了 結果又掉下來 有沒有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 它上來這一段有沒有量 它下來出量 上來小量而已喔 會不會過 明天才知道 還早咧 對不對 我說我們不用去猜 我們看著趨勢來做就好 對不對 有機會進場 沒機會 就看看就好 好 雖然說現在是反彈 老師看反彈結束了沒 還沒 好 今天只是收小跌嘛 那前一天 禮拜五那天 漲300多點 今天才跌75點 結束了嗎 沒那麼快 好 只是說 這個反彈格局 O不OK 說什麼 不OK 為什麼 利多了 該漲不不漲 對不對 然後格局對的 沒量 看一下 格局對我說塑膠嘛 我說為什麼塑膠格局對 形態打出來啊 它就底不行嘛 對不對 然後上來之後測一次 又不夠高 然後又在那邊晃 主要是因為成交量掉下去 所以才出現這種格局 陷入一個盤整嘛 偏多可是成交量不足 盤整機率高 像這種狀況 變成說這個反彈 主要是因為上個禮拜五的台積電 拉起來 來滿足這一次的反彈 我說滿足點在哪裡 對不對 滿足點在哪裡 是不是16900到17000左右 我是不會是剛好那個點 反正就那附近就對了 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區域 就是上次反壓的附近嘛 對不對 來看 就這一段啊 這一個 這一段 在這裡 你看16900是低標 它連低標都還沒來 就給我下去了 我說 可是今天只是這樣 它還在這個長紅的上緣 它如果持續往下破 OK 你就要小心一點 所以重點在哪裡 明天 明天怎麼走 欸關係很重要 到底這個反彈結束了沒 明天就知道了 現在是還沒 可是跡象已經告訴你 這個反彈已經不強了 所以大家保守一點 我們等一下回來 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沒賺到錢的 鴻海 MIH大聯盟 到底怎麼回事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運搭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核心抽盤團隊 同祝您不再 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營 好啦 我們這一次沒賺錢 可是也沒賠 好不好 因為今天是什麼 今天在這兒 紅海科技日三巨頭秀電動車 OK 郭台銘都出來了喔 OK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 不長 來我們看看紅海 今天怎樣 居然開高走低 重點中間還給我翻黑 這樣繼續跌 我說OK 或許啦 或許是法人對他今天的科技日的說明 不是很認同 好 問題是 OK 應該怎麼說呢 就是說 我們先不管 反應怎麼樣 我們先就走勢來看就好 光是紅海他自己的走勢長這樣 紅海的走勢啊 其實他就在 季線 這是季線 季線上下在那邊晃 對不對 今天開高 前一天是紅K 跳空開高收紅K 今天又開高 有過一下之後再打回來 好 這種狀況 這叫所謂的外包線 外包線的意義是什麼 表示說 本來看好的 對不對 結果呢 賣壓永線 把它賣下來 還破了前一天的低點 這種狀況說什麼 並不好 好 我們不要去想說 它是什麼K線組合 不用 你在想說 明明是利多 對不對 明明利多也開高了嘛 結果咧 很多人就說 這利多出進 先不用管它是不是利多出進 反正它就是收黑K 比前一天還低就好 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 基本上 暫時就先出場 好 出場怎麼樣 因為我就算我前天進場 我頂多小賠而已啊 對不對 何況我們還不是前一天 你看我們國王宇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就介紹了 是不是這天就介紹了 對不對 這天就介紹了 本來賺錢了 結果又打回來 很悶啊 想說它應該要一帆風順就上去了 結果沒賺錢 對不對 還有呢 另外一檔 乙勝也算 對不對 我們也在低點買 我們買在64吧 拉到698 足足漲的快5塊 又打回來 唉 我看到這種走勢 我也是 算了 為什麼 因為我 既然已經產生這種狀況 寧可先出場就算了 對不對 因為老師所秉持的一個 我們進場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大賺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大賺 那现在可能小赚小赔就算了 可是我们绝对不会大赔 OK 重点在这里 然后为了保护我们投资人 而且我之前也一直就强调 现在是什么格局 反弹格局 那这个反弹格局 我已经选了一个什么 偏多 已经是多头走势的股票来做了 结果还出现这种走势 好吧 那至少我们没赔钱 先闪再讲 好不好 这种状况才能干嘛 你才有办法长久在市场上 持续的交易下去 否则的话像你 你想想看 如果你手上买日航运股 到今天还在破新低 你看着你库存 哇我赔了20% 30% 怎么办 很多人都来问老师 怎么办 我说第一句话 你既然已经做错了 你舍不得全卖 你也要卖一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卖一半以后 第一个你心理压力降低了 就算他继续跌我也少赔一点 懂意思吗 有反弹你手上也还用 可是你另外这些钱可以干嘛 买有机会的标的啊 虽然说我今天把这个广宇 把乙胜先出掉了 没什么盈亏 可是老师一样看好整个电动车的主曲 我们并不看坏 OK 那只是因为他格局不对 就算了 很多人会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的基本面明明就还很不错 他就死爆火爆 可是你会看到 现在你实际案里基本面不错 旗子航运 钢铁也不错啊 对不对 可是他就一路跌跌 不知道跌到哪去嘛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报章杂志就说 哇本益比以台股来讲 应该说以航运股来讲 根本就是个笑话 为什么 因为本益比超级低 所以说你觉得那是什么问题 技术面问题吗 不是啊 什么问题 筹码的问题 对不对 你手上有的股票多的人 我觉得就是 不想持有就卖 对不对 尤其现在一路在破地的时候 你投资人会不会心里发慌啊 绝对会啊 对不对 那这种状况 你筹码面不对 你看有多少的大股东 在高档已经都出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放着它让它跌嘛 跌到什么 跌到落底为止 现在落底了嘛 刚不是给大家看吗 还是破心低就不叫落底 我之前也一直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介绍说 什么叫止跌啊 你至少要不破低吧 对不对 或收盘要收红 那才要止跌啊 至少要有一个条件 对不对 现在止跌了吗 还没 而且趋势很明确就是向下嘛 我记得那时候在破心低的时候 我还跟大家分析 分享 说 还有一段 结果我们这一段还二十几%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航运股 对不对 那一段几%了 是不是从这儿 现在坚最低跌到哪 193 那跌破是240左右吧 193两成多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两成多 很多耶 有没有 所以说这个你说 这有没有效果 我直接跟你讲 你看了那么久 重要的支撑 为什么之所以是支撑 就本来大家认同的一个低点的价位应该在哪里 结果它跌破了 表示什么 你要想 上面全部都套牢了 你要它一次就上去 哇又回来高点 不容易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 现在满手现金 看着这个盘 对不对 等着什么 老师也还没进场放空啊 等着反弹结束来进场放空 现在反弹结束了没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他今天虽然收黑K 对不对 收黑K嘛 可是他反弹结束了没 还没啊 反弹结束需要一个确认点 明天就知道了 我们又会来跟大家分享 反弹结束了没 现在还没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反弹结束来做空就好了 很有机会赚钱 现在是反弹中 上一次 我记得上礼拜嘛 是不是前几天 是不是跌到这 我说反弹还有机会 还有一丝机会 结果真的撑在这 不跌 然后因为台积电的法说 一下冲上去三百多点 有没有 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反弹还没有结束 认定 所以变成说上有压下有撑 我记得是上礼拜四礼拜三的标 测标嘛 对不对 结果真的是在这个范围内 那你说你现在做股票好做嘛 每个老师都说他手上有什么 中华化 还有什么 他成交量 足够那么全市场吸纳吗 对不对 我们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有没有赚钱直接告诉你 可是我 大家看 如果说你看节目够久 你一定会知道说 老师的态度是什么 绝对是怎样 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进场 判断现在是反弹格局 我们一样做多 可是判断反弹格局要结束了 那我们就去 一样去放空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多空双向 而且我们做的是波段操作 今天 有人跟我说 老师 你那个 乙胜啊 还有那个广宇啊 不是都还有赚 本来有赚钱 可能不跑 我希望他赚更多啊 废话 对不对 他本来是有机会 可以涨个十几二十%以上 就赚什么十%左右就回来了 那我们也是只能认的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 可是至少我们没什么亏钱 有的还小赚 OK啊 对不对 不对先走 我们不会像有的老师 买错了 明明在破底 还不认赔 我说那个差多少 老师还小赚 那个赔二三十% 你要怎么算 对不对 怎么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在市场里赚到钱 我已经跟在这里 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么久了 你一定要搞清楚 先搞清楚现在盘是什么格局 什么格局 空投嘛 的反弹嘛 你第一个印象要先有空投反弹 既然是空投反弹就不要预期太多 尤其你是说你去抢跌生反弹 跌生反弹的几率 赚钱的几率 比你去做多头的股票还要来得低 你干嘛去抢跌生反弹 我们就是做多头的 今天就算一个看起来像中错对不对 没赔 概念在这里 怎么做才对 你要搞清楚 如果你手上还抱着什么 航运钢铁 一样一句话 有反弹找机会卖 再来跟着老师做顺势操作 这样你才有办法长久在市场里赚钱 对我们的操作认同的 欢迎扫描KL Code打电话来问 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市场里存活 不然你一直被套那么深 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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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